知不过,手指有点凍 鹦鹉抱着追击枪,不停地吐起 经过刚才惨烈的战斗之后 以及见到自己的队友死亡 大家的情绪已经很低落 没有人想说话 他们就是这样,安静地前进 依然警惕,但是已经没了那份恐惧 走了没多久,他们见到出口了 陈志猜不到的是,前面的出口不是通往黑暗 反而出口那里很光亮,光得有点刺眼 而且居然有白云在出口飘过来 肥威说 搞什么鬼啊,前面是户外啊 我们这么快走出山啊 陈志拎左下头说 不是啊,这里的室内依然是密封的 如果前面是户外的话,不会有那么重的骨香味 而且越来越浓 我猜,前面的光,应该是人为的 他们这次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走出去了 当他们一出城门就发现,这里拐不知会那么光 原来这里所有东西都是一片他们难以想象的环境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间很大的四方形的房 这间房不是单纯的大,而是有一种极端的霸气 整个建筑的氛围,只能够用希西旁博四只字来形容 旁博到,简直有一种想跪低的冲动 房的高度根本看不清楚 在天顶为之,只见到一团团白云飘在树 但是那里绝对不是天空来的 因为白云的上方依然是黑暗 在房间里面的四个方向 全部摆住一排排巨大的镜 而这些白云呢 就是由这些镜里面飘出来的了 那陈志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讲吧 第267章 蓝色星球 这间房高度根本看不清楚 它的天顶位置有一朵朵的白云浮在那里 但是那里绝对不是天空 因为白云的上方依然是很黑暗 而大房周围的四个方向 全部摆住一排排很巨大的镜 这一朵朵的白云就是由这些镜飘出来的 这间房每一边都有十几条石柱 那些石柱大到三四个人都抱不住的 就好像天涯海角的参天柱一样 而整间房的墙面呢 是由白玉砖砌成 左右十几条 墙上面有无数的五爪金色飞龙盆绕 非常金壁辉煌的 所有的墙壁和柱上面 都相陷着一粒摧残的夜明珠 每一粒都拳头那么大 光芒万丈 再加上室内所有的大镜 光线互相反射 将整个室内照到通通头头 而最神奇的是 在房的正中间 有一张很大的石桌 而那张石桌 居然是用反重力悬浮在空中的 石桌上面 摆着一个大型的宫殿模型 说就是说是模型 但是就做得很精湛 完美 龙楼宝殿 假石流水一应俱全 一轮蓝色的月亮 悬挂在宫殿模型的上空 那个月亮都不知用什么材质做的 非常真实 令到这座大型的宫殿模型看起身 很壮观 英武神早就入了房间 他看着那些镜可以和大家说 你老 addition 去过来看看那些镜 里面 好似在拍着外面的世界 听到英武这么说 陈至他们看一下快镜才发现 那些巨大的镜 与其说是镜 不如说是一幅幅真实的人间影像显示屏 那些镜里面的影像 有些是沧海汪洋 有些是懸崖博布 有些是山中雪景 甚至还有座座城池 全部都是神域里面的影像 而那些白云 就是由这些影像的天空上边 慢慢飘出来 肥威对这些镜好感兴趣 哇!这些镜真是麻烦了! 里面的景色这么像真的 这些云还要飘出来 不知道人可不可以进去呢? 但是陈至这个时候 就对那张反重力石桌更感兴趣 陈至心想 这里究竟是哪里呢? 为什么这里所有东西都不真实呢? 一张这么大的石桌 竟然会反重力悬浮在空中? 而附近又没有任何反重力的结构 难道... 难道... 难道这里是天空? 陈至突然有一种直觉 他马上脱下耳朵边的探照灯向上照 只见... 旁顶上灯光照到的云层慢慢分开 上面的天顶出现了明显的光线变化 最后竟然展现出一大幅色彩浓重的壁画 那幅壁画很真实 线条也相当诡异 当换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壁画又会出现另外一种样子 一幅场景连着一幅场景 就好像小孩看的相影画一样 只不过这幅壁画还会再复杂很多 陈至再认真一看 当头的心震了一下 顶旁上面的画 好像是一幅罪事画 而且从内容上来看 应该是展示着一场战争的情景 画面的手法很夸张 画里面有一只很巨大的狐狸 面上相当凶恶 他恶使能登地 医起那帮带血的撩架 九条尾飞到空中遮住太阳 他两只爪按住两座山峰 将天下万物和云云众生 俯视于脚下 而他脚底密密麻麻的人 就好像螞蟻一样 拿刀刀枪枪和他抗争 巨湖周边还有很多金龙环妖飞舞 都在撕咬着巨湖 而巨湖脚底 就正正踩着一条金龙 相比之下 这条金龙好像一条蛇仔 就是这样的 陈志换了几个方位 上面的图案也跟着变换 都是讲战争的场景 其中还有很多幅 是描述巨湖 和各种神仗战斗的场景 画面的手法虽然很夸张 但是视觉效果就很强 可以看得出 当时百印战场的惨烈和残酷 在最后一张画 陈志见到 这只巨湖已经伤痕累累了 他的鲜血浸染了裙衫 他抹大个口 将天上边的月光吞了落土 而画面里面的月光都画得很真实 是一轮蓝色的月亮 就和宫殿模型上面 在圆浮的那个蓝色月球 是一目一样的 陈志马上看回那个模型 他对圆浮在模型上面的蓝色月球 开始感兴趣了 这个月球虽然很小 但是上面的坑物 细致难以形容 不像是普通宝石材料做的 他散发着蓝色的光芒 很漂亮 很神秘 就好像真的一样 陈志用手轻轻拿起那粒月球 他认真看 这粒月球的手感很独特 量针针的 很润滑 而且材质很轻 看不出是什么工艺做的 陈志再空暗些 他发现根本不可能是手工做的 如果用放大镜来看 估计可以将月球上边所有东西 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简直就是真正的月球 肥威这个时候说 喂,你们快点过来看 这里是哪里的 是不是九尾天狐的主巫室 肥威把声打断了陈志的思绪 陈志马上转头 看到肥威站在一块镜前边 他听到主母塞三个字 趴趴跑过去 他们看到 这块镜里面的景象 和其他镜都不一样 镜里面影着的 是一个黑暗的石室 室内周围黑妈妈看不清 但是可以看到点点燭光 而一个巨大的棺材 就摆在屋的正中间 那副棺材的木料看得不太清楚 不过在黑暗当中 依然可以勉强认得出 哪怕是上等的金丝蓝木 都不可以与它相比较 棺材整个是黑暗的 散发着一种暗雅的光泽 上面用红白两色描画了一些图案 整体造型相当执迫 但是又有一种气势磅薄的感觉 一种令人不敢直视的宏伟气息 而棺材下边的石黑毛床 工艺征扎地雕刻着长云的图案 还有很多怪异的人类 他们的面型很尖瘦 看起身 好像一只只狐狸一样 肥威说 这幅肯定就是九尾千玛的棺材了 净它个肺 我们死了这么多日 终于找到了 肥威说完之后 他用手去触一触那块镜的表面 但是细绝不到 那块镜被肥威碰了一下之后 竟然当出片片连仪 然后肥威突然间痛到一咬牙 整只手臂就被肥威吸了进去 鬼刀马上拉着肥威 不要动 这个时候 有一把很熟悉 但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声音 就出现在陈志身后 小智哥 陈志马上转转头 但是发现 他的身后 除了鹦鹉之外 就什么人都没有了 当陈志再转转头的时候 发现肥威和鬼刀 全部不见浪人 而刚才出现棺材影像的那块镜里 现在吓骂骂 陈志的脑神经 马上开始搞痛 他听得很清楚 刚才叫小智哥那把声 是四眼把声 那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讲 第268章 黑暗中的人 这个时候 有一把很熟悉 但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声音 就出现在陈志身后 小智哥 陈志马上转转头 但是发现 他的身后 除了鹦鹉之外 就什么人都没有了 当陈志再转转头的时候 发现肥威和鬼刀 全部不见浪人 而刚才出现棺材影像的那块镜里 在哪里 现在吓骂骂 陈志的脑神经 马上开始搞痛 他听得很清楚 刚才叫小智哥那把声 是四眼把声 陈志这个时候开始乱 其实一直以来 当他们眼白白看着石头 和四眼死了之后 这种情绪 就一直在压抑住 他知道 所有人都在压抑住 只不过 没有人愿意说出后席 自从青鹅说完那句 吃过这道东西的人 就不可能有命回出去的时候 陈志心入边 一早就做好思想准备 就一直在压抑住 就一直在压抑住 他知道 所有人都在压抑住 所有人都在压抑住 只不过 没有人愿意说出后席 自从青鹅说完那句 吃过这道东西的人 吃过这道东西的人 就不可能有命回出去的时候 陈志心入边 一早就做好思想准备 他知道石头会没什么 但是想不到 所有东西都发展得那么快 那么直接 四眼就惨死在他们面前 甚至没有时间给他们反应 从那一刻开始 陈志的心入边 就充满了一种很悲愤 和内疚的情绪 但是他不想表达出来 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 尤其不能表现给英姆看 自从四眼走了之后 英姆的精神状态已经很脆弱了 陈志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力将剩下的人带出去 陈志问 英姆 刚才是不是你在背后叫我 英姆这个时候的面色好人 她默默地拎了下头 我...我没有叫你 我刚才看到 肥威哥和鬼都哥 好像两团影一样 被镜子吸进去 然后我就听到 有把声叫你了 但是那把声 好像... 好像是四眼的把声来的 英姆始终太年轻了 自从四眼死了之后 她就已经没有了原来那种精气神了 现在她失失方 抱着枪 整个人震了 陈志的头疯一声 这个时候她确认 自己刚才真的没有听错 也不是幻听了 那把声是真实存在的 陈志心想 那... 为什么会听到四眼的把声呢 难道... 四眼还没有死 没可能的 她已经被艾債 整个头咬掉了 是我亲手帮她落葬的 那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四眼在怨我们 她不想孤苦伶仃 死在这里 她是不是想... 找我们去做盘呢 还有肥威和鬼多去了哪里 他们是不是进了一块镜子呢 还是被四眼... 可能处于一种愧疚的情绪当中 陈志心这个时候的脑已经开始乱想念 她顺着那些巨大的镜走下去 检查了所有的镜 那些镜里面 依然浮现着神域里面的景色 但是那个 放着巨大棺材主墓室的景象 就再也找不出 陈志心想 这间房子到底搞什么鬼啊 好像特意要把肥威和鬼多引开那样 陈志这个时候个人有点乱 但是她不想被鹰母看到自己失失方的样子 她扮了镇静地看着鹰母 鹰母这个时候的情绪已经频淋崩溃了 她的臉都青了 嘴唇也发纸 她对眼睛很依赖地看着陈志 小智哥 我 看着现在怎么办 这眼睛 这眼睛是为我们 他想 不要乱想的 有时候 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想同一样东西 或者同时 对一个人有负罪感 就会听到同一种声 在心理学上来说 这种叫做集体幻听现象 由你们进来这一刻开始 我们都知道 我们大家都可能会死在这里 包括四眼 石头 你和我都是一样 我们没有什么好怨的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所以四眼不会怨我们 都不会怪我们的 英姆听完陈志说这番说话之后 对眼有点濕 他轻轻地闪了一下头 陈志继续说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了 快点找出路 和肥威他们会合 之后 前面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要理了 快点离开这里 嗯 英姆闪了下头 就是这样 那么 陈志和英姆在房里面分头找 他们找到房里面每一个角落 但是 就找不到任何出口的痕迹 当他们走到入口的时候 发现 入口不知何时 就已经变成了一幅墙 完全封死了 陈志这个时候冷汗都飙了 他心想 连入口也封死了 那是怎样 想困死我们 在这个冰冷的大房里面 他突然感觉到 空气当中的氧气 没有那么充足 而且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浮现 不过他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感觉 陈志叫英姆不要到处走 而他自己呢 就慢慢走到那块沿浮的石板岛 他望着那个宫殿模型 这个宫殿模型 真的做得很精致 他展现了整个天湖神墓 由大门内的那片海洋 那片半神居住的城池 翠绿的山峰 绿台 甚至青蛾跳进去的深坑 全部应有尽有 而现在他们所在的位置 也都在无形之中 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应该是山门之后最后一个大厅 但是这个无形大厅里面 就没有任何的门 好像所有东西来到这里 就折停了 这里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房间 不过很奇怪的是 在这个大厅的北墙外边 是一大片空白虚无的空间 而这片空间 连接大厅的位置 是没有门口的 好像被隔开了一样 陈志指着北边那幅墙就说了 这幅墙上面 应该有暗门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 机关在哪里 鹰姆趴在石板上面 指着模型里面的大厅地下就说了 鹰姆趴说 你看看这里 这里什么事 陈志这个时候才发现 只见模型上面 悬浮着的那颗蓝色月亮 逐一逐一旋转 而它发出的蓝色光芒 正照在模型的大厅里 正照在模型的大厅里 被照射之后 大厅的地面 开始慢慢变红 好像着火一样 陈志见到这个景象 马上就皱起眉头 它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这种灼烈的红色 不是什么好东西 当陈志认真看着模型的时候 鹰姆用手轻轻推了它一下 陈志丹高头看着鹰姆 什么事 这个时候 看到鹰姆的臉 已经白得好像纸一样 它不停地飙冷汗 他嘴震一下震一下地说 小智哥 你背后有个人 他 他 他四眼 那为什么四眼 又会在这里出现呢 我们就留下期 继续说了 第269章 陪我留在这里 当陈志认真看着模型的时候 鹰姆用手轻轻推了它一下 陈志丹高头看着鹰姆 什么事 这个时候 看到鹰姆的臉 已经白得好像纸一样 它不停地飙冷汗 嘴震一下震一下地说 小智哥 你背后有个人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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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眼 陈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马上头皮发马 他马上轮转身 望向北墙 北墙的角落附近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完全黑了 那里的黑 很不自然 和明亮的大厅 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对比 那片黑 很浓重 那片黑很浓重 就好像光照不到进去 而有一个人 就站在阴影当中 露出下半截的身体 那个人的上半身完全看不清楚 但是他的下半身 就很清晰 他穿着一件 用特殊材料製成的连体房 腹脚被扎到十一十 脚上边 穿着一对户外运动鞋 小腿的位置 全部都是泥 尘治的脑神经 紧张地收缩了一下 他知道 眼前这个人 很可能就是四眼 队伍里面 和他们一样穿连体服的 除了肥威和鬼刀之外 就是石头和四眼 而肥威和鬼刀的身形 陳志是非常熟悉 石头的体型 就偏大隻 只有四眼的体型 不肥不羞 和黑暗里面的人很相似 陳志小小声说 英武 你认真地看 你看看角落头的人 是不是真的四眼 英武这个时候 声音已经震了 他说 是的 就是他 他穿着那对鞋 是和我一起去买的 那只顏色 我亲手帮他选的 当时 那对鞋的鞋带他不喜欢 服务员还配了一条灰色的鞋带给他 我那时还笑他 穿运动鞋穿得好像扭麻花 这个世界上 找不到第二对这样的鞋的了 听英武说完之后 陳志的脑神经 彻底的搞疼起身 眼前这种状况很明白了 四眼真的回来了 他就站在黑暗当中 看着陈志他们 但是这一切 哪可能发生的 四眼已经死了 难道真的因为 他死得太惨 回来找他们报仇 他们面前的 是不是四眼的鬼魂呢 四眼就是这样 声都不出 站在黑暗之中 他没有向前走 也没有做任何的表示 而陈志和英武这个时候 已经飙了冷寒 陈志简直不敢想象 如果四眼向前走一步 他露出来的上半身 会是怎样呢 他们就站在那儿 僵持了很久 但是看不到四眼 有任何的动作 陈志这个时候 扔了一支手枪出来 他小小声跟英武说 我们过去看看 你记住 不管四眼在生的时候 是你几好的兄弟 他现在死了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 是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发现不妥 就马上开枪 不用犹豫的 英武勉强地摆了下头 跟在陈志后边 就是这样 两个人右手拿着手枪 左手拿着刀 一步一停地 慢慢向前走 他们这个时候的心情很紧张 陈志头上的汗 都流到到脖子里 眼看着越走越近 但是四眼 还是动都不动地站在那儿 去到离他两米不够的地方 两个人停下来 陈志终于看清楚 黑暗当中的人 真是四眼 他躲在墙边 伤湿眉屈 一只手露了出来 上边全部都是血 而他的上半身 依然隐藏在黑暗当中 看不清 英武哭了口地说 英雅 是不是只有你啊 英雅 你现在怨我 你觉得我害死你啊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如果你再生的话 你就走出来 我们一起离开这里 如果你死了的话 你有什么心愿你告诉我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完成它 英雅 英雅说到这里 眼泪开始巴巴声地流 但是黑暗当中的四眼 还是动都不动 陈志这个时候觉得不妥了 他已经完全可以肯定 靠着墙边的四眼 绝对是一条丝 陈志 陈志把探照灯 由耳朵拿出来 他拿起枪 向前走了几步 在黑暗当中照了一下 在明弱的灯光之下 陈志终于看清了 四眼的上半身是怎样的了 这一幕实在太恐怖了 四眼的尸体 原本只是无头 但是现在 腰部以上的地方 都被咬过 骨头上边 还留着被咬断的牙齿痕 那条尸血欲无 白色的骨头全部露出来 被咬碎的骨头渣 侵袭在血肉当中 冒着白色的骨髒 英姆见到这个场景 崩溃了 他大声说 我顶! 究竟是谁做的? 跟我出来! 我顶你! 英姆愤怒的叫声 在房间里面回荡 陈志也溜了在树 看到身边的英姆 陈志心中的污热 血顶了上来 他喉咙发声 差点噴血 他们被人跟踪 自从入神墓的时候开始 那个抢走老狗草鞋的第七个人 就一直跟在他们后边 但是他们没有发现 就是跟着他们入神墓的人 吃了四眼的尸体 并且把尸体拖到这里 而这东西 已经不可以称之为人 就是英姆抱着四眼尸体大喊的时候 一股奇怪的气味 飘入陈志的鼻子 陈志这个时候就醒了 糟了! 这一刻他终于明白 模型那里 大厅突然发红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是那种血红色的燃烧感呢? 原来每隔一段时间 这房间里面就会有毒气入侵 所以这里的空气才会这么淑淨 这个房门害怕的巨大房间 其实是个死室 陈志拼命蒙起在地上哭的英姆 大声说 不要哭了!起来!有毒气! 英姆这个时候 已经趴在地上很激动 动都动不到了 陈志生气起身踢了他一脚 快点起身啊! 男人来的你! 要哭!出去再哭! 那究竟陈志他们 是不是可以顺利离开这间室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讲了 第270章 陪我留在这里 2 原来每隔一段时间 这房间里面就会有毒气入侵 所以这里的空气才会这么淑淨 这个房门害怕的巨大房间 其实是个死室 陈志拼命蒙起在地上哭的英姆 大声说 不要哭了!起来!有毒气! 英姆这个时候 已经趴在地上很激动 动都动不到了 陈志生气起身踢了他一脚 快点起来! 男人来的你! 要哭!出去再哭! 听到陈志这样说 英姆才勉强站起身 但是他的精神 依然有点仿佛 陈志很激动地握住英姆的头 弄起一块面对他大声话 英姆!你听我说! 现在这房间很快就会充满毒气的了 到时我们两个都会死在这里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我们要快点找到暗门的开关 我们分头行动 将这房间每一个凸起的地方 每一块可以活动的石板都要敲一下 我们没时间了 如果找不到暗门的开关 我们两个就没命回去了 快点! 陈志说完这堆东西之后 一拳打到英姆的面倒 英姆打了个倒退 他似乎清醒了很多 接下来十几分钟 陈志和英姆整个房间跑坏了 用最快的时间 走遍房间里面每一个角落 陈志去看每一个可能是机关或暗门的地方 他和英姆把房间里面每个摆设 甚至乎每个夜明珠都摸坏了 但是 看不到任何机关的合迹 室内依然很冰冷 但是 他们两个人由于快速奔跑 都已经成头大汗 这个时候 他们看到 房间里面一种淡绿色的气体 已经慢慢在空中升起 颜色越来越重 已经布满整间房 当这种淡绿色的刺鼻气体 捐入陈志的鼻歌的时候 陈志知道 大件事了 这种是含有酸性成分的腐蚀毒气 这种毒气 除了会由呼吸道进入之外 还会由皮肤表面浸入 被这种毒气入侵的人 死上会非常难看 他们全身的皮肤都会消滥 在临死之前 会经受地獄一样的折磨 因为这种毒气的属性 哪怕他们戴上防毒口罩都没用 但是 戴口罩就好一点 因为可以阻止呼吸感染 延满中毒的时间 陈志大声说 快点戴防毒口罩 顶得多久 不要那么大力呼吸 鸣母这个时候 已经疼了 他方方张张地 在白宝囊那里 拿着防毒口罩出来戴上 而周围的毒气 扩散得很快 地板的蜡蜴 在大量地冒着毒气 快速地填满了整间房 空气已经由淡绿色 转为深绿色 陈志和鸣母的呼吸 开始变得困难 他们的面 和脖子裸露的皮肤 感觉到一阵阵的灼痛 鸣母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了希望 他坐在四眼的屍旁边 拔了手枪出来 发呆头看 不知在想什么 而在这片浓重的绿色烟雾当中 盛似模型那里沿浮着的蓝色月光 依然在闪闪发灵 陈志望着这个月亮 他脑里面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想法 他想起棚顶上哪一幅壁画 又想起九尾天湖封存在这里的封神印 和那场战争的发起者姜子牙 陈志拔了一把短刀出来 在自己的手掌心 割开了一道口 然后走到石板前面 用大血的手握住那颗蓝色的月亮 忽然之间 一种奇怪的感觉 由陈志的手掌心传了过来 那颗月亮的手感完全不同了 好像有生命一样 在他手掌心那里慢慢移动 而陈志的血液在手掌心慢慢流出 好像被月亮吸食一样 突然间 陈志觉得手里面的月亮不再轻易了 而是变得越来越重 那种感觉难以形容 好像在宇宙当中 掌控着整个星球一样 这个时候 一阵清脆的机关转动声响起了 咔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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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面墙上边的石墙 开始挫位移动 一道门 就这样出来 陈志终于见到希望了 陈志松开握着月亮的手 他掌握着地上的鹰姆想一起走出去 但是 当他的手松开月亮的时候 那颗红色的月球 急剧地震动了一下 咔哒 一声门响 前边的石门又关了 陈志心想 搞什么鬼呀 为什么又关了呢 陈志这个时候的脑已经不等了 他急剧地握着月球 咔哒 咔哒 那门又慢慢打开 陈志反复试了几次 最后发现 这个机关的设计 一定要有一个人 在握着月球 门才能打开 另外一个人才能出去 也就是说 他和鹰姆 今天一定要有一个人死在这里 鹰姆坐在地上 他很安静 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的眼神很惊弱 已经没有了初次见面 那种年少轻狂 他现在对眼 好像受伤的小鸟一样 写满了悲伤和目撞 令人感觉到很可怜 鹰姆细小声说 小二哥 你走啊 我来扶植国开关 他说声很小 简直就快想哭出来 陈志说 你 你说什么啊 现在不是扮英雄啊 你当我谁啊 你先出去 我再想办法 不行的话 我最多就留一只手在里 陈志说完之后 就开始猛咳 毒气这个时候 原来已经穿过口罩 在无比残酷的现实面前 将陈志的说话 映射得相当无力 小二哥 你走啊 人在生的时候 斩了手六年 是没有压力的 抓不住个开关 再说 就算我自己出去 我都找不到出路 一样是死的 而且 而且我想赔四眼 你快点出去啦 说那么多话干嘛 陈志说完这句话 就什么都说不出 因为一阵血腥味 涌入她的喉咙 她马上咳了起心 在绿色的烟雾当中 义母的面口 突然间变得很激动 甚至扭曲起身 现在是死的了 一段时间 那是死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